凌老夫人见到那个常遇春还不舍得走? 在车上说:"啊哈!你快点回去啦!你主公牵挂着你的啦!" 说完,一手就把窗帘拉下来,常遇春就知道老夫人的脾气, 只好伤失下跪说了一句:"娘亲保重,孩儿走了!" 接着就飞身上马,上手抱拳,对宁国标说:"大哥保重,后妹有期!" 一劫那匹马就飞奔而去。 宁老夫人见到常遇春走了,连忙拉开窗帘, 露雷中横望着常遇春去了很远,然后就吩咐车辆起程,直奔姜家村。 那常遇春离开了宁老夫人,满怀心事,日尾吹速马匹快跑, 假平和王威两个追不上,远远跟着美丽, 常遇春正迷头赶路,忽然听到马蹄声响, 一抬头见到对面飞马跑那一圆猛脏, 哎呀!什么人的样子和自己一模一样呢? 又是头大乌金规,神串乌金大叶连环夹, 披如见大红尖铺,脚下一双斧头赶香, 且不乌追马。 那个样子又生得黑乌乌乌, 不单因为样子,连衣着打扮都和自己一模一样, 王雷真是好像马生兄弟那样, 王雷真是手上的兵器不同, 他手上拿了一支炮尾击, 自己拿的是杖八点钢枪, 常遇春觉得心中奇怪, 一勒一匹马,想看真一下这个人, 那个人大声问,来人是否常遇春? 常遇春是连亡,双手抱决,静视谋家, 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谁知那个人一句话都不说, 拿起那支话击刺过来, 常遇春就连亡一闪身避过, 顺手就在马岸特盛欧上, 拿出一支杖八点钢枪, 倒转码头举起钢枪,大喝一石,匹夫无礼, 常某和你素不相惜,无冤无仇, 今天合怒相逢,你居然想暗算常某? 那个人嘎嘎声笑,哈哈哈哈, 大丈夫行不改名,座不改姓, 我乃太平府总兵,曹亮臣是也。 常遇春一听,哦, 原来这个是九环山大王曹亮臣, 原来呢,这个曹亮臣, 本来是个造反的山大王, 占据了九环山, 因为他武艺高强, 他用一支百多斤重的大话击, 故此人人称他为铁击大将, 他生得身材高大, 那个样子又似足常遇春的, 故此人家又安他的外号, 叫做蔡遇春, 他自己呢, 亦乐得用这个外号, 对人呢,亦自称是蔡遇春的, 他手下有三千多流罗, 都十分凶狠善战, 又因为九环山山势险恶, 曹亮臣又勇猛善战, 故此呢,官兵也不敢攻打他, 后来朱元将弓箭彩石基, 那太平府大帅李智迅, 就知道西吴一定要向太平府进军了, 那毛湖关和九环山, 都是太平府的烟喉要地来的, 所以李智迅呢, 就派了他的富岁耿灾城, 上去九环山, 去招安曹亮臣, 那个耿灾城和曹亮臣是结拜兄弟来的, 这个曹亮臣呢, 这个人头脑简单, 真是听从耿灾城的说话, 带领了几千流罗落山, 那来到太平府, 大帅李智迅就封了个总兵给曹亮臣做, 还一味哄着他, 说只要你立功啊, 就封你为富岁, 曹亮臣做了个总兵, 李智迅呢, 就乘机派了个富岁耿灾城呢, 就带领人马去进驻九环山, 曹亮臣呢, 连地盘都没了, 就是被总兵的官衔来压倒, 他自己还十分得意, 做了大官嘛, 贵凤得多啦, 比做山大王职得多, 昨天, 他就奉大帅李智信之命大, 奉密信去九环山交给耿灾城, 今天呢, 他就带着两个马桶, 寒金龙寒金虎, 刚刚在九环山回来, 半路就撞到常如春, 那曹亮臣一看, 咦, 这个黑大汉样子和自己一样的, 莫非他就是黑太岁常如春? 如果真是他, 那我趁他没有提防, 一击把他打落马下, 那我就立下大功, 到时啊, 大岁会封了个富岁给我做的, 那也不枉我归信元朝, 所以呢, 曹亮臣就先问姓名, 嗯, 一听到常如春应了, 就一击打过来上线下, 手为强, 做了常如春, 谁知道就被常如春避过他这一击, 那常如春听到来人是曹亮臣, 咦, 常如春也有他的想法, 嗯, 曹亮臣是出名的铁击大长, 他一向做三大王, 要劫富制贫的, 这个人武艺高, 强为人粗鲁耿直, 现在虽然在太平府做了个总兵, 他不是真心做走狗的, 只是被人骗了下山的, 如果我劝他投降, 那攻打太平府就十分有用, 曹亮臣这个人死牛一变颈, 你不打到他伏, 他哪里有那么容易投降啊, 常如春就说了, 原来你就是曹将军, 是九闻大明, 今天你我相逢亦算, 三生有缘分, 如果曹将军愿来给个高低, 常军愿奉陪, 曹亮臣就说了一句, 请! 接着举起话击, 照着常如春的胸口就走过来, 常如春一闪身又避过, 曹亮臣又举击, 照头队过来, 常如春那些像八点降枪轻轻一搏, 那些话击就在耳朵边边过去了, 常如春将这些像八点降枪打横一搏, 曹将军, 连上刚才那击, 我已经让你三击了, 事不可过三, 事尚某无礼啊, 说完举枪就撕, 第一枪就照正喉咙刺过来, 曹亮臣又来世今晚, 连忙举起话击来的抵挡, 谁知那些像八枪啊, 差点击多刀而已, 忽然间转过头, 就照正肚腩队过来, 曹亮臣又快点换个招式, 用话击的击柄来想撥开这枪, 还未碰到常如春那支像八枪而已, 常如春突然一收枪, 打横蓝腰掃过来, 曹亮臣又慌慌慌慈起那支击来挡, 挡一声, 成枝话击的飞了出去, 跟着啪一下, 肩头已经捱了一枪, 整个人就跌了下马下, 甲平和王威两个刚刚赶到一切迫帐前, 三几下手势就把曹亮臣绑到实, 跟随曹亮臣那两个马同, 韩金龙、韩金虎呢, 看到总兵被盖, 两个就冲上前来解救, 这两个就别说打啦, 常如春那支点钢枪, 二百多斤重的啦, 跌下来扎也扎死啦, 常如春还是手下留情, 刚才呢, 他也只是照曹亮臣肩头, 轻轻用上八点钢枪拍一下, 点到为止, 就并没有杀了他嘛, 那对这两个马同呢, 就更加像麻鹰竹鸡仔一手秤一个, 一下子就生琴活竹过来就算啦, 那现在三个人, 一人压一个, 就压戒回毛湖关, 那时候呢, 毛湖关已经改了西吴旗号, 西吴王朱元璋和元帅徐达造已经入省很久了, 秀城的兵丁叫开平王常如春, 压戒着三个人回来, 就快点开城, 请常如春入省, 常如春就直奔王府, 将在半路遇见曹亮臣, 自己就没杀他想收行他的事讲出来, 西吴王朱元璋就十分喚起啦, 一同元帅徐达, 常如春三个人商量了一轮, 就即刻吩咐, 带曹亮臣上堂, 过了一阵, 十几个刀斧手就压着曹亮臣和寒金龙寒金虎上来了, 朱元璋一看, 啊, 这个曹亮臣山一貌堂堂, 身体灰, 吴让子和常如春十分相似, 朱元璋就心中喜爱, 怪得常如春手下留情, 不忍心杀了他啦, 朱元璋就说, 陆底, 让曹将军和他随从的省松开, 常如春一声, 遵命, 几步就来到曹亮臣面前一拱手, 曹将军受惊了, 请署常某多多得罪, 讲完就亲手松开曹亮臣身上的省, 那曹亮臣一叮眼, 哼, 我本事不如人, 败在你手上, 你要杀就杀, 要汤就汤, 我便宜充从尊面, 袁水除达一拍那张台, 大胆曹亮臣, 我主公二立相待, 你不知好大口出狂言, 人类, 将曹亮臣推出去, 斩! 刀斧手一涌上前, 推着曹亮臣肥革走出去, 常如春一叻了石, 刀下留人, 接着上前跪跌, 袁水请释怒, 曹将军是一位英雄好渴 没仗愿劝说曹将军归顺西午 既然开平王愿意广情 将曹亮臣推进来 刀副手又将曹亮臣带进来 常义春吩咐人拿一张座椅来 请曹亮臣坐下 曹亮臣把他的面子抹下来 常义春说曹将军 你用冠三军武艺高强 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就不知道曹将军为什么要寄人利下 受人摆布呢 曹某的事不用你操心 曹将军 当然不是这么说 古语都说 食英雄重英雄 想当年曹将军 在九环山上树旗起义 提天行到百姓赞扬 军府害怕 几年来官兵奈何你不得 一是将军勇猛个人无人可敌 二是九环山山誓险要官兵难以攻取 三乃是将军得人心 至今 曹将军你把三件长处都吊了 字头罗网 我是为将军的安危担心 曹亮神听到这么说 那个心打得很凸 碰得很凸 那心听到怂度 看着上玉春 上玉春又解释 太平府大岁的理智信 他想利用九环山来阻挡西吴军馬 就不信在imme JD 是故此庭fully山 用照安之计 ней 引你下山安的总兵的函头给你 见你曾经扯旗作反的 那个太平府大帅李智信他哪里会信得你过的 你的一无兵权二无立足之地 迟早你就会被李智信排除以己赶出金灵 曹将军 你以前得人心自驾归信元朝 变成与百姓作对了 可惜你一生光明磊落 现在落得众叛亲来为人不慈的下场 这么大的是非黑白 难道将军你就没想过 曹亮晨听到这里 失口就叫了他 尚御春这番说话 真是比那些像八点降枪更厉害 句句打中要害 吉正入心 连站在旁边的韩金龙 韩金虎亦一刻尾鸟头 尚御春接着又说 常言道息时无者为尽皆 如今元朝天下四分五裂 应洪浩洁揭肝而起 我主共朱元将为救黎民百姓出火海 在无当山造反 几年来取襄阳 佔徐州 公彩石破墓湖 尚顺天意下得民心 如今征兵四十万万将数千元 眼看着就要攻打太平府 直取金陵 直卷大江南北 然后废斯北上统一天下 曹将军 如果你能够器分军 投明主 这才是英雄有用武之地 望将军你当机立断 曹亮晨听到这里就踏低头 双眼望地就没出声 朱元将又开口 曹将军 我陆帝所言 望将军三思 如果将军愿意归顺西悟 我朱元将 绝不会虚待将军的 朱元将和常御春这番说话 真是句句入情入理 自自动人肺腑 谁知曹亮晨一额高头就说了一句 多谢你们忠言相恋 但是曹某虽难从命 哎呀 谁都猜不到 什么曹亮晨这么不近人情 连他那两个马同役都忍不住 曹将军 就快要变成李智信的街下囚啊 常遇春也说 将军 我看你有难言之人 不如开誠报公 大家以誠相结 哎呀,何必吞吞吐吐呢? 曹亮晨一场叹一声 哎呀,我曹某 九民西吾皇,宽宏大量仁二代仁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刚才阵前相遇 常将军枪下流程放过我一命 曹某亦心领 曹某何尚,不愿留在西吾 哎呀,自我一家老少留在太平府 如果太平府大帅李智信 知道我归航西吾 今今今今今我母亲妻子二女 就一定会全家闻斩 我曹梁晨重视保存一条活命 今亦成为千古罪人 落得一个半神亦子的罪名 哎呀,你叫曹某如何投奔西吾啊 常遇春一听 哦,原来如此 曹将军 你放心 你一家老少生命 就包在我常遇春身上 曹将军 你能够归顺西吾 我常遇春就算奋身碎骨 我逆入太平府救出来一家老少 曹梁晨听到这么说 整个人站起身 若能如此曹某愿归行 接着他几步就来到朱元璋和元帅面前 相失下跪 追神曹梁晨 参败主公元帅 朱元璋就连忙起身扶起他 曹将军面临 接着就吩咐摆设现役 为曹梁晨接风 朱元璋还请上常遇春 胡大海 余禁彪 丁德卿 郭英 一班人来作陪 军臣频频举杯 十分高兴 吃完饭了 元帅徐达 吩咐宗军雷鼓 召集宗将来到元帅府 宗将军都齐分裂两旁 元帅就升堂点仗 仲将军 如今俄军已经攻破无湖关 下一步就是火速攻占太平府 至太平府地势险要 金陵王赤福燕寿 最近派了两万军马驻集在太平府外 集下四座连营 第一座连营是由元帅金龙统领 第二座主将是元帅金府 第三座连营是元帅金镖 第四座是元帅金炮 你四兄弟都是不可一世的上将 用冠三军 人称军中四府 诸为将军 切莫麻痹兄弟 更不准忽视军令 中将就齐声认一句 遵命 元帅跟着就拿去令节 常如春听令 没将载 常将军 你就扮作太平府总兵曹亮臣 带着韩金龙 就带着韩金龙 韩金虎 就回到太平府 在城内作内应 你入到太平府之后 你就怎想顺怕 我们就内外夹击公成 你还尋找机会将曹将军的家军解救出来 所以常如春就领命而去 徐达跟着吩咐 孙兴祖 曹亮臣 命你二人带领常如春的三千五百人马 去攻打太平府北门 胡大海 胡德仔 你两个统领三千人马 攻取太平府南门 定德庆 你带领三千人马 攻取西门 四路人马派出之后 徐达和朱元璋 就亲自统领西吴大军攻打太平府东门 那么各路人马同时起程 现在就只是说一个常如春 他就换上曹亮臣那身衣服盔甲 将他自己那一笔四题踏雪乌追马 和帐八点降枪留在刑中 骑上曹亮臣那一笔乌追马 托着曹亮臣用那支大话击 来远看就真的整个曹亮臣那样 韩金龙韩金虎就在两边跟着尾 三个人大摇大摆就回到太平府 太平府是金陵的门户 只见城外连营接连营 大债连大债 一排排一列列星罗密布 无边无仔 军营内蒸旗招展 道唱剑击乌乌 真过是戒备心炎 连小猪都飞不到进去 原来这里是金陵王 刚刚派来的两万大军 集下的连营 常遇春就来到营前一辣马 韩金龙韩金虎就叫了声 太平府总兵曹亮臣回府交领 门军连亡稟布给大都督圆颜金龙 虽然是刚刚来到 但他亦听闻太平府总兵曹亮臣在营外求见 大都督圆颜金龙 虽然是刚刚来到 但他亦听闻太平府总兵韩亮臣的名字 他就问他们有没有元帅的令战 稟都督他们有利元帅出城令战 那就快点请那些进来 常遇春三个下马入营 常遇春进来双手一捧拳 拜都督在上 曹亮臣有利 元颜金龙见到面前站远这位将军 神高神大神彩亦亦的 甚重不觉暗暗清扎 曹亮臣果然名不虚传 不怪得李元帅封他为总兵 大都督就客客气气说 曹将军面也是一家人 大都督如果没什么吩咐 曹某就要入城向元帅交令 请都督方行 大都督就另转身吩咐 全灵两边养老 放曹将军入城 日圣令下迎门打开吊桥方下 常遇春就闯过了第一座连营 金元颜金龙四兄弟 设立了四道连营 第一道连营闯过了 第二、第三、四道就容易得多了 一口气就过了四道连营来到城下 那时候已经是黄昏时份了 常遇春抬头一看 只见太平府城墙上滚木雷石石灰瓶炸炮堆绩如山 城墙上三军大小拿着刀枪劍击强弓硬箭手到实 城门紧闭吊桥高高扯起 常遇春就大声喊上去 城墙上三军速报李元帅 总兵曹两臣会成交令 城墙官兵刚刚要入去稳布 那时候有个人上城墙 此人头大青同窥 神传青同夹起着大红尖墓 长长的白胡桑 来者不是别人 原来就是朱元璋的四对头 三江大水陈也仙